全世界疫情持续扩大 影响民众外出用餐的意愿 台东知名餐厅人气也因此变得冷清 为了挽救持续下滑的业绩 台东一间50年的老字号餐厅 为了照顾员工生计 只好转型配合外送 希望靠着外送拓展客源 度过这波疫情的寒冬 油锅里炸着金黄香脆的鲜鱼 再摆上可口的虾仁 就是人气招牌海鲜鱼根 令人食指大动 相较于忙碌的厨房 人气餐厅用餐时间 应该高棚满座的座位 却显得冷清 让50年老字号的餐厅老板娘 十分的无奈 平常的话都是满的 而且就是像平日中午 大部分都是旅行团 还有外出的游客中午过来用餐 那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 这边都 受到疫情的影响 餐厅从2月起 业绩就一路下滑 到现在为了节省开支 连二楼都不开灯 完全没人 这外带的鱼根 两个米糕一个 这个海鲜鱼根 这个本厂是没有在单卖的 就是 就一碗就是至少三百四百这样子 那现在呢 这个防疫期间这个变成说有在做这个 多少 这个 一百而已 一百 对 对 就网络分享就卖一百这样子 好 为了顾及员工的生计只能转型 把原本桌菜减少分量 改做外带及外送 希望能顺利度过这波的疫情 记者餐就买台东市巴达